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,从来不缺乏各种王国之君,但在这其中,处于东汉末年,三国时期的汉县帝刘邪,则是最不像王国之君的一位。 纵观汉县帝刘邪的一生,完全可以说是非常倒霉,生不逢时。 从公元189年开始,当了32年的傀儡皇帝,可谓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皇帝之一,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皇帝之一。 为何说流血的一生极悲惨又幸运呢?等你读完了真实历史中流血的一生,就完全明白了。 流血的母亲王荣,出身于名门望族,容貌和姿色甚好,而且举止和气质文雅,深得汉陵帝刘宏的喜欢和宠爱,是称王美人。 而当时的皇后是和皇后,出身平庸,靠着不光彩的贿赂手段被选入宫,最后当了皇后。 七个方面都比王美人差,看到王美人得了圣宠,非常嫉妒。 所以当王美人怀孕时,怕招惹和皇后更深的嫉妒,就没有告诉灵帝,而是选择暗中堕胎。 但不知怎么回事,服用堕胎药后,孩子还是生了下来,这个孩子就是流血。 和皇后知道王美人生了儿子后,觉得王美人已经严重威胁到他的地位,所以派人在王美人产后服用的汤药里, 暗中下毒。 王美人服用后,迅速毒发身亡。 灵帝闻讯赶到后宫,发现王美人四肢清黑,明显是中毒引起的死亡。 调查后很快查出了凶手是和皇后,灵帝暴怒,御废处和皇后。 但宦官曹杰一众人等,齐齐下跪为和皇后求情,灵帝居然最后赦免了和皇后。 灵帝怕尚未足月的流血再遭到暗算,就将流血转移到永乐宫,委托董太后抚养。 此时和皇后也有皇子流变,而且比流血年长,但是流变举止轻俗,没有一国之君的气质。 而自小在永乐宫长大的流血,因为董太后的精心抚养,所以举止端庄,气度不凡。 灵帝非常喜欢流血,而且齐母王美人死于非命,让流血尚未满月就成了孤儿,因此更让灵帝心疼和偏爱。 灵帝晚年时一度打算立流血为太子,但是这违背了敌长为先的皇家传统,所以立太子之事就此搁浅。 在公元189年,也就是中平六年,灵帝驾崩,立流变为帝,视为汉少帝,和皇后成为了和太后。 至此开始,朝中的重臣和内宫的宦官开始了夺权斗争,随后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石长氏之乱。 宦官中常是简朔因雍丽流血,导致了和太后之兄,同时也是大将军的和晋,因此杀死了简朔。 并且赵兵周穆董卓带兵入京城洛阳,董卓还没有赶到,宦官张让和段归等人便又杀了和晋。 私立校尉袁袁绍,虎奔中郎将袁术,还有和晋的部将,马上带兵反攻,杀宦官千余人。 随后,宦官张让和段归劫持少帝刘汴和陈流王流血出逃,最后在黄河边被追上,张段二人吓得直接投河而死。 少帝刘汴和陈流王流血又被带回宫内。 但此时身拥强兵,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达洛阳城。 最后董卓的军队完全控制了京城局势。 董卓自认为和董太后同族,再加上董太后收养的流血比流变明显更有才能。 随后,董卓逼迫少帝流变认自己为新司空,然后以司空的身份召集百官开会。 遇费少帝流变,并立臣流王流血为新帝。 百官们虽然内心非常反对,但恐于董卓的淫威,没人敢做出头鸟。 次日,董卓正式宣布废除少帝流变,历当时年仅九岁的陈流王流血为新帝,视为汉县帝。 自此时开始,流血开始了自己漫长憋屈的傀儡皇帝生涯。 自立汉县帝之后,董卓又自封为相国和太师,完全控制了朝廷政权。 同时,董卓的军队在京城洛阳奸引掳掠,无恶不作。 董卓的各种恶行迅速导致了全国各地的不满。 就在次年公元一百九十年,也就是出平元年。 以讨伐董卓的名义,全国各地的势力纷纷起兵,是称关东军。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此产生。 渤海太守袁绍当时被共推为关东军总盟主,开始从东、西、北三面来包围京城洛阳。 董卓此时迫于关东军的压力,开始挟持现地迁都长安。 但是,这个时候的司徒王允和一批朝中要员,其表面上服从董卓,但是却一直心向汉士,对董贼恨之入骨。 在一年之后,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一年出平二年,关东军内部开始争夺领导权。 以袁绍和韩复为首的势力,建议立幽州木刘鱼为帝,但遭到了袁术和曹操的极力反对,最后未能如愿。 这时候,碰巧刘鱼之子刘和在长安城内,并且在县帝处认识中。 县帝此时正想还都洛阳,摆脱董卓的控制,就暗中派刘和出城求援关东军。 但这个时候,关东军内部正在内斗争权,暂时无暇稀讨董贼。 又一年之后,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二年出平三年,司徒王允与钟郎将吕布等人,暗中策划刺杀董卓。 吕布本为董卓一子,但是董卓生性暴躁,和吕布有过摩擦和冲突,二人一直有内心隔阂。 司徒王允设计了反剑计,挑拨董卓心腹大将吕布,使其同意配合刺杀计划。 最后,吕布亲自赐死了依附董卓,之后吕布进升为奋威将军,和王允一起主持朝政。 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董卓部将李绝等人便又击败了吕布,随后占领了长安,并且杀死了王允,控制了东汉政权。 在公元194年,也就是新平元年,三府大旱,梁价飙升,蝗虫群起,百姓饥荒。 长安城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。 县帝刘贤命令市狱使侯问拿太仓的粮食,也就是拿京城粮仓的米和豆,煮粥救济百姓。 但因为粮食不足,继续有大量的平民饿死。 县帝怀疑侯问贪污私吞公粮,随后派人取米和豆各五生,在自己面前当场煮成粥。 最后发现可以煮出两大盆粥,和侯问说的有出入,证实贪污事实。 最后,仗打侯问五十大板,长安城中积民最终得到了足量的赈灾粮食。 在公元195年,也就是新平二年,董卓部将李爵等人虽然杀死了王允,并控制了长安城。 但当时是因为王允专权,李爵、郭四、樊仇和张己四人一直看他不爽,所以齐心协力杀死了王允。 现在共同的敌人没有了,自然开始了奋权争力和窝里斗。 李爵首先杀死了樊仇,之后与郭四在长安城中各自拥兵对战。 县帝派人劝说李爵和郭四二人和解,二人却不理会。 为了争得政治上的优势,郭四打算将县帝劫持到自己的军营。 但不知为何,李爵很快就得知了郭四的计划,抢先派兵将县帝,皇后和大臣一众人等劫了去。 之后,李爵和郭四对战长达数月,伤亡数以万计,长安城犹如一片废墟。 不久之后,袁李爵部将杨凤和牛府不娶董城等人,带县帝摆脱了李爵的控制,然后辗转东行。 在公元196年,也就是建安元年,时任衍州刺史的曹操迎接县帝留邪入驻洛阳。 曹操由此开始携天子以令诸侯,之后曹操胁迫县帝迁都许昌,并且改称许都。 曹操试图利用傀儡县帝来,一统乱世,县帝刚脱离虎口,又入了郎口,作为一个傀儡皇帝,而且极度抢手,继续自己憋屈的傀儡生涯。 在公元200年,也就是建安五年,曹操一直大权独揽,县帝非常不满,开始不甘心,长期作为傀儡。 他下面召让妃嫔董贵人的父亲,车骑将军董城诛杀曹操。 董城马上和当时的左将军刘备等人,一起密谋商讨诛杀曹贼之事。 不料走漏风生,曹操随后诛杀了董城等人,而且绞死了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董贵人。 之后,福皇后对曹操又恨又怕,密信了父亲福丸,罗列曹操残暴罪行,希望能诛杀曹贼,但福丸不敢行动。 在公元213年,也就是建安18年,曹操把曹县,曹杰和曹华三个亲生女儿,一同嫁给了汉县帝留邪为夫人。 就在此年,也就是建安19年。 之前福皇后密信其父福丸诛杀曹操的行径败露,曹操脅迫现帝废后,然后带现帝写了废福皇后的诏书。 随后派人拿着诏书带兵包围皇宫搜捕皇后,在皇宫的夹墙里脱出了披头散发并且赤脚的福皇后。 福皇后哭着向现帝求救,现帝流邪目光呆滞,悲痛又无可奈何地说道,朕也不知自己的生命何时终了呢? 最终福皇后被曹操幽蔽而死,而且现帝和他所生的两个皇子也被独久赐死,服侍宗族百余人也被诛杀。 又在次年,也就是建安20年,曹操脅迫现帝立其女曹结为皇后。 在公元220年,也就是颜康元年,魏王曹操去世,曹批继位成为新魏王,虽然当时有刘备和孙权的不疼不养的范编, 但中原腹地的稳定与和平已成定局。 建立新朝的时机已经成熟,而曹批本人也没有其父曹操的道德报复,年轻人的冲动和欲望也在激励着他称帝。 而且,同时也有大臣还去劝说现帝善让地位给魏王曹批。 最终,在公元220年12月10日这天,魏王曹批逼迫现帝留邪善让地位给他。 曹批在樊阳亭登上了寿善谭,接受了玉玺,正式登上地位,国号为位。 同时改言康元年为皇初元年,追尊其父曹操为武皇帝,妙号为太祖,最后给刘邪封爵为山阳公,以河内山阳郡为齐封国。 曹批当时客气地对刘邪说,天下之真,吾与山阳共之。 但是,当时开始有刘邪已被曹批杀死的谣传,所以刘备便以汉氏宗亲的身份称帝,建立了蜀汉政权,并且追视刘邪为孝敏皇帝。 刘邪退位后,刚刚从提心吊胆的傀儡生涯中解脱出来,直接封爵退休养老,开始真正的幸福生活。 但是还没死,刘备就给他声势浩大的吊丧,还追视了封号,真是哭笑不得。 在公元234年,也就是魏明帝青龙二年,刘邪病死,终年54岁,魏明帝曹瑞帅群臣亲自前来哭记刘邪。 几个月后,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,最终嗜好孝宪皇帝。 东汉末代皇帝留邪,自此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 纵观汉宪帝的一生,他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君主,只是生不逢时。 做傀儡时挣扎过,最后才向现实妥协。 虽然拥有尊贵的皇帝身份,但没有军权,所以无法号令天下。 因为从东汉的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开始,皇权从皇帝手里开始渐渐转移到外戚手上,但外戚仍属于皇权集团。 但是从汉县帝的哥哥汉少帝开始,皇权集团中包括皇帝、宗室、外戚和宦官全部被剥夺了军政大权。 这些大权完全被地方军阀控制,所以说汉室的衰落并不是县帝留邪的责任,他只是没能重振汉室,仅此而已。 汉县帝一生先后被董卓,李觉,曹操和曹丕挟持,在被董卓挟持时是最不好受的时候。 董卓的军队无恶不作,经常扫荡清洗平民百姓,人全部杀光,抢金银回来。 而且经常肆意进入后宫欺负宫女,在县帝面前极为嚣张,根本不给皇帝面子,简直人神共愤,最后被义子吕布戳死也是大快人心。 最后县帝被曹家挟持时情况好多了。 虽然曹操只是利用他号令天下,但在众人面前,曹操对县帝还是很礼貌的,保留了流邪作为一个帝王的体面,而且在物质生活上也给予了足够的供应。 很多人疑问为什么曹丕没有杀县帝,很简单,因为没必要,其中原因有很多。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,曹操活着的时候,将三个亲生女儿都嫁给了汉县帝,所以流邪是曹丕的姐夫。 已经是一家人了,而且皇后曹姐极爱县帝,处处帮助并且维护流邪,曹丕更没办法和动机了。 毕竟流邪已经是亲姐姐的挚爱,何况是三个亲姐姐的夫君。 最后曹姐还跟随汉县帝去了山阳县,做了山阳宫夫人,也许这就是真爱的魔力吧。 对于曾经被自己父亲利用且榨干的县帝,曹丕给了他较为优渥的待遇。 封县帝为山阳宫,在河内山阳郡内可以任意行使汉朝正硕,享受用天子的礼节来祭祀天地。 而且特许流邪,给自己写信可以不称臣。 而且流邪的四个儿子,都被封为军宫等爵制度中最高等的裂侯。 县帝流邪在自己的风国内,悠哉地享受自己的余生。 从他退位那一刻起,才是他幸福生活的开始。 任人摆布没有自由自在来的书心,最终在封国内活了十四年善终。 尚未满月时,其母亲被毒杀成为孤儿,在九岁时被董卓立为傀儡皇帝。 前半生三十二年,处在憋屈和恐惧的地狱,后半生十四年,又处在自由和悠闲的天堂。 这就是汉县帝流邪,既悲惨又幸运的一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